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得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都是制衡越做越好的动力 只要条件许可 无条件满足孩子 在76岁老李心里 爹娘这一辈子太不容易 辛辛苦苦把五个孩子们拉扯大 受父母的影响 老李对自己的孩子也是万般呵护 老李20岁出头结了婚 爱人也是同场职工 俩人结婚之后生了三个孩子 两儿一女 女儿最小 老李和爱人本身文化水平都不高 收入也没多少钱 孩子们爱玩 经常跑到别的小伙伴家 因为别人家有了电视 有了冰箱 老李家有这些大件 基本都算是最晚的 久而久之 每次孩子们做完作业跑到同学家 老李和爱人的心里都挺不是滋味 孩子们不理解 别人家也不是有钱人 为啥人家买得起电视 大热天还能吃得上凉西瓜 喝上冰糖水 一开始老大和老二向父母提起过 父母没什么反应 后来俩人学经了 总是窜梭小妹在父母耳边吹风 老李和爱人心里很清楚孩子们的心思 后来狠了狠心 从不多的积蓄里面拿出一大笔钱来 买了台电视机 算是满足了孩子们的要求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在他们心里 只要条件许可 可以几乎无条件满足孩子们的要求 彼此独立地生活 孩子们在一个不富裕的家庭中长大成人 先后参加了工作 孩子们都很独立 所谓独立 照着孩子们自己的意思 就是被逼出来的 当时老大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老张想着 托人找找关系 能安排好一些 本来老大抱着满怀的期望 结果也没办成 凑合找了份工作 等到老二准备上班了 又是同样的结果 让老二很失望 女儿马上就要参加工作了 老李又想着帮帮忙 老大老二对父亲的本事早就领教过了 俩儿子不无嘲讽地对老李说 爸 你就别掺和了 你要是真有本事 我俩也不至于这样 要不说 小妹的工作让她自己找吧 再差还能差到哪去 老李觉得特别对不住孩子 对于孩子们的抱怨 甚至讽刺 一句话没说 自己也就这点能量 帮不上孩子的忙 要怪也只能怪自己没本事 但是孩子们是否想过 父母的本事 就是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好的经济条件 给他们安排好的工作吗 所以 孩子们长大成人之后特别独立 跟父母之间没什么交集 甚至连回去看看的功夫都少 撒孩子的工作都很一般 收入水平也不高 有时候老李想着 要不要接几点孩子 换来的话 却总是让人听着很憨心 爸 你们拿点钱自己留着吧 对于一个温暖的家庭来讲 这种话语 多数都是孩子对老人的一种体谅 但是 对于老李家庭意味着什么 相信听者很清楚 一家人一直处于这种 特别简单的家庭关系 老人想为孩子们做点事 孩子们拒绝接受父母的好意 老人有什么事 想跟孩子商量商量 却总被孩子会错意 老李和爱人 一直住的都是单位房子 后来赶上房改 那个时候 一般老百姓都不会意识到 今后房子能这么值钱 俩人七凑八凑 咬牙花了大半积蓄 把房子买了下来 现在看来 这事做得绝对值 但当时买房的时候 老李寻思跟孩子们商量一下 却是不同的意见 孩子们听完老李念叨这件事 孩子们的第一反应是 那得花多少钱 反正我们是没钱 买那干什么 难道不买 单位还能把你们赶出去 本来商量这件事 老李没有任何想让子女出钱的意思 话从孩子们口中出来 却变了味 老李和爱人有些不高兴 就是跟你们商量商量 没有朝你们要钱的意思 孩子们无所谓 甭管你们怎么想吧 自己看着办 反正我们没钱 年老后的无奈 这个决定不做不行了 转眼间 过去十几年了 要说这些年家庭有什么变化 只有两个 老了 有钱了 房子买下来之后不知不觉 十年来的时间 翻了不知道多少倍 当初紧巴巴的几万块钱 买下的房子 一下子只百十来万 没什么变化的 依然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 依然非常独立 人年纪越大 对孩子的依赖心越强 无论是身体上 还是心理上 想想孩子们小时候 想尽一切办法 满足孩子们的需求 到了晚年 相互之间却没什么往来 老李和爱人很痛苦 也很无奈 有时候老李压抑不住内心的苦闷 身边唯一能说话的人 就是老爸 老爸 有时候我觉得挺憋屈 你说这三孩子小时候 咱家是穷 但能满足他们的 咱们都尽力了 孩子们为什么不理解 难道咱们做错了吗 现在咱转年都奔七的人了 你说以后咱们靠着谁 老李的老伴 其实也曾被这些问题困扰过 但他的心境 比老李压开通 每次老俩 谈起这个话题的时候 老伴总是说道 有些事 做好自己就行了 这事咱们得从两面来看 要说孩子们这种情况 跟小时候对他们的引导有关系 这是咱们的责任 换个角度 孩子们的一些行为 我们也不理解 既然理解不了 也就别去想了 咱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行 咱们都这岁数了 大不了把房子一卖 该吃吃该花花 住养老院去 老伴的话 给老李很多思考 他之前一直在困惑一个问题 孩子们小时候 当父母的为他们付出了 等到孩子长大了 起码是不是应该对老人好一些 经常陪陪 这种不公平的感觉 才是内心最大的纠结 老伴说的对 对于他们这个年龄的老人 对于他们这样的家庭 如果比作是面临一道选择题的话 生儿育女已经没得选 但是可以做的 就是在老人自己和儿女之间做一个选择 自私的选择却是最正确 老李是一个内心非常重视子女的人 在做这套选择题之前 老李曾问过孩子们 如果我们走了 留下来的房子你们有什么想法 三孩子谁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几乎一致的回应都是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种没有结果的答案 最能反映人的心理 没有人说不要 也没有人想着少要 父母的财产 留给子女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渐渐地老李和爱人想明白了 做出自己的决定 晚年生活 最大的心理依靠是彼此 晚年生活 最大的经济保障 是要把财产全留给对方 这事情 二老并没有对孩子们说 老人的想法自私吗 其实孩子们的做法 已经给出了答案 在没有情感依靠的时候 最靠谱的 恐怕还是财产 斟酌再三 老李和老伴选择了通过遗嘱的方式 来解决彼此的依靠问题 核心内容就表达了一条 谁先走了 遗留下来的财产全留给对方 其中只字未替二老走后 财产分配的问题 或许 也是让老人有所感悟 有所伤心 至于今后二老全走了 留下来的财产怎么办 已经不是他们考虑的事了 不再为此事伤神 这其实也是老人的无奈 遗嘱真正的意义 现实社会中 养老是个大问题 按照传统 养儿防老依然是 诸多老年人固有的思维 我相信多数家庭 都是父母词子女校 但是人有百态 不一而足 有父母的原因 也有子女的问题 我相信多数家庭 为人父母 都会为自己的子女们 无私付出 所以他们值得 子女的赡养和回报 但是 也是人有百态 不一而足 那么 对于步入晚年的老年人来讲 想清楚自己晚年生活 到底依靠谁 依靠什么 非常重要 老里的家庭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不那么好 指望着子女 恐怕不太现实 老里老伴的话是对的 人到这个岁数 想着把自己的生活 安顿好就可以了 对于子女 能做的做到了 就可以了 为人父母 都有这种心理 希望能够为子女们 多做一些事情 但是要知道 好的家庭 照顾好自己 恰恰是对子女们 最大的帮助 不那么和谐的家庭 就顾好自己 对别人也没有亏欠 所以老了变得自私一点 不是坏事 不是贬义 老里和老伴的决定是对的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俩人都想着对方 都决定在自己过世后 把自己那份全给对方 这种做法体现的是感情的亲疏 互相的惦记 很多时候 遗嘱背后代表的 就是这份情感 为自己 为自己爱的人 上一份保险 对于这一切 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法呢 快在评论区留言吧 觉得文章不错 记得转发给自己的家人朋友 没有订阅的朋友 也请点击订阅按钮 制衡非常需要您的鼓励和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